现在是不完全变态 对 还没变出来 还要等待最深的一只一只小兵的一个掠斗等待春暖花开的时候 来咯 小龙已经到了 那说实话 如果讲这个变态的话 凯撒要变态的这个过程更慢 他Q跟一都要变态 但是一则瑞只要他的武器变态就好了 他只要变一个东西 他只要变一个 凯撒变三个 凯撒说起来真的蛮像昆虫 他这个 翅膀都可以长出来的 我把这台看能不能成功地变出来 来了 先从本加亚 你这个先行开启的火龙 但这开火龙的同时在视野的布置上没有这么好 不会有抓到这边旅客的画面吗 斯朵拉回家的同时这火龙直接拿 很轻松 很轻松啊 而且这里的话其实HK第一时间开这个律师者 看起来的话 我觉得两边就是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智能消化 但是我觉得对于本加亚来说 这个两条龙 如果他可以后续碰到第三条 另一条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这样子 对于后期结束游戏 比较不是这么顺利的队伍的话 算是一个蛮大的注意 我感觉这个律师者 如果本加亚来走的话 他们还是有机会过来说说看 对 但是他们还是选择先处理冰线吧 中路往前推 但是也没想赚 他说人嘛 很多字话就是说人不可以贪 贪心不符合分享 那刚刚是真的有点太不贪了 因为刚刚那个律师者是 过来看一下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中国的兵线你要推 影响力其实不够 目前的一个动态 推的速度是一定不够快的 有感受到了 他那个什么 被抓紧爆影响了 不行了 他那个雷达会偵測 就算没有视野他也知道啊 这个45度角 只要有人越过那个红bub那一区 有人来了 他在前面已经先放了那个什么 就是红外线的偵測机 你只要一越过 他那个红线啊 碰到会叫啊 碰到会叫啊 你只要抓三立 大家可以去比较 就这场比赛 跟之前比赛的三立的这个 量啊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他这场就 就一致 一致很强了 对于HK来说是一个 不幸中荣大幸 虽然三立一直以来都没办法赔起来 但是一个老大方的责任 拿出carry的那个价值 但现在只要不死才最重要的 如果一直死的话 那个边线会立刻不见 那个边线将在 侧边的野局 会视野完全失去 对我们已经看过一把 NOVA的死尸大二了 大二直接 边线开启 然后团战发挥 那确实哦 1300不去碰我 来看下半部 继续住啊 有外线啊 嗯嗯嗯 我就知道了 没有想抓我 这个位置好像还好 对 有有新闻的小警报 声音没有这么大 那HK的话 继续利用自己的老大哥 心理人群走往中 律师者 律师者来一头撞 要拿塔不是问题 反正错边 后面是有乐布朗家 没客战的哦 塔是一定会掉 但人头都掉嘛 二月从左边夹得过来 布朗伟在前面 就近年有打到 HK的任由律师者去撞 再挥一手 哎呦 哎呦 我的王之力啊 手没有挥出来啊 手还没挤起来 手还没挤起来 就倒了 王之力没辣 如果挥到塔掉了 中塔掉了 HK才可以布置更多的战术啊 但是这个塔其实正一提醒啊 然后下一波 我们这样势力要维护的 这个台里面去摸一下 那还是可以拿成这个 所谓的非常效果 不论是先手回还是后手回 不论是怎样的塔是掉的 只是就是 HK一定给小派一个人去 稍微推一下 这个中塔拿掉 20分钟的巴隆出身 接下来的一些战斗比较有力 来 现在HK到HK的视野 是真的很线索的 因为他们的角色本身 就因为辛朵拉的灵活性不够 所以他们在野区碰撞的时候 都必须要慢慢看 可能要李希腰出探 这也是这个等隆探 他们才能慢慢往前派 不然如果 这个辛朵拉被撤背了这个勒布朗 跟每个大甲鸡 完全是很重要的 知道吗 中路突然放了一个空城 这个空城 看人家打滑了 HK是恢复过的 反正是布尔加亚 为了集结中路这一波 没有回程 那这HK 能不能 把这个中塔给拿掉呢 又是部署好了 他的这个 红外线 现在就是继续的推进 刚才雷达就找了一下 安全安全 对方有三只四只在中路 安全安全 这样我们真的一路看下来 包含从19年这个比赛 我都知道三只已经是老大哥 但最近的感觉 你会觉得 他就是一个分推仔 哈哈哈 他就是一直在 对吧 他就是一直在这个 你没看到他打盘的 还是要等嘛 现在你看凯莎 两件 两件装备 他等到三件 他才会来打盘 因为你没有三件来打盘 他们也打不起 他要等待那个时 就是对 赛特下来就是 一边线一直在 你几乎不会感觉到 赛特有任何想过来支援的打算 他就是我边线推完 我就后面看看 看这个 音线可不可以在推 那个从罗爱塔 一线引诱人 到底这一个 中塔 是天使还是恶魔的 残险的诱惑 也都说这个 是英雄 现在是塔 那个塔的后面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有一个 很像灵魂 来 来点我 来点我 这个很小的 一定很小的 那个塔拿掉真的影响很大 他就是 快来推 来 来 HK人 你不知道怎么办 金银 金银 还久没有来做咯 来金银 还久没有摸我咯 走一下 什么小龙啊 这边20秒小龙 这里如果中塔推掉 冰线进去 那小龙这边的一个 视野机也可以掌握回来 来来来来 这里已经累推了 已经累摸 扛着 A一下 可恶 小摸 小摸 直接插横眼了 不给 不给 不给摸不给 不给摸到 大拳直接刷了 这个塔我一定得留 K2 气势已经出来了 谁要陪我中塔拿命来 肉长跳两下 你踩 直接踩掉 竟然半条鞋 中塔还在诱惑他们 肉长继续 招扰PROG的体系 先把这边赶走了 猫人打得很不错 他在这边偷伤害 偷伤害 不过来了 HK 凯莎A一下 诱惑不行 快点 可以 所以 你拿龙 那我哪里中二塔 怎么推 三条龙 这已经是有点放弃 地图经济的战术了 HK想要推塔吗 去 去假二鱼了吗 这个不太能推啊 因为其实这个兵线是 可以推上嘛 可以推上 其实往上的话 其实兵线也没有主意 所以这边就是进来野军 做一轮演 但是 以现在他们的视野来说 其实还能够感觉 所以他们也不能给 我们现在有凯莎两件装 然后魔剑装 我们可能 偷偷RUN 把我们的机会 所以对 现在还是慢慢阻力 我想打 有了 布朗姆的盾 直接勾到了后排啊 后面的苏珍N 来搭配了比心的一个combo R加Q瞬间秒杀 凯莎为了去跑 交了一个闪鲜 后面大二鱼一来 就是交闪鲜地区一砍 瘫死了一个NN 后面会赶紧摸了一眼 想要跑 但正巧撞上了一个锁链 冒案的锁链 锁链 锁链 但无需发 直接把打鱼给收效 打成一个一换二本家的战士 赚到了一点 这波Win的勾子有点准啊 穿过了那个布朗姆啊 那必须说 这波波加亚 但是有点不小心啊 因为他这里眼睛已经看到 他却还想要这样子来 演做雷西 不然就给人盾 但是看起来盾 好像 没有举好 没有来到一折正前方 反正是被勾到了 你们后面资格的速度 波加亚来得比较快 清楚啊 是刚上以后的 对不老 已经早在中路 待命了 已经一过来 是有肉可以吃了 这个交换一来往下 我觉得还是 本来这边稍微 赞上 毕竟他碰到第三条龙 然后对方其实在 他们家的红狙 也没有留下真的很多根系 所以其实他们对八龙狙的掌握度 其实压力也不到这么大 所以他们大可以慢慢 把兵线整理好 然后渐渐的把红狙给建立回来 再尝试来 合到去打反战 因为其实以现在装备来说 等一下一折快拿到这个 运动王者之前 那 接下来对八龙 可以开始对接的 就是常识了 下路的一个位置看起来 发育来说 凯撒是稍微占优 一直有的 离东王者就已经差了一点 不过上路的话 这个东西一来一往的 也是差距蛮大的 这不算单刷的 但是 状态值挺差的 刚刚看了一个装备吧 鳗鱼是一个太久 和大的黑切 反而是三进步骤 只有一个三项 反正印象力 目前还是有一点差距 好打的HK 选择的是五人细节 战争终于来了 时间到了 时间快到了 时间到了 时间要到了 他感受到这个凯莎 准备要来carry了 啊没有 他要感受到不对了 没有 我再回去推 差不多了 凯莎其实也要 也要三箭装 三箭装 我觉得其实 学学会开始慢慢 比较积极的来策划说 要怎么打团战 这时候三箭装 开始找绕后的聚集位 灯笼 哇 他有点拦下来啊 如果刚刚是雷克萨 绕后的话 终于是真的可以拦下来的 可以有限 压力的话 本下是直接给在中路位 谁敢在这个中路位 把兵线推到二塔 他可能要赔上一些东西 压力是有可能的 而在其他边线的话 倒是HK 对得很勤劳 这里凯莎已经摸出了他的巨风 其实我觉得这里 如果HK要想尽办法 把这个节奏 就饰引了 简直在往前推进的话 他其实应该要布一些陷阱 特别是在HK的中路塔前面的陷阱 他这样才可以看到HK的人员 是往左靠去往右靠 那这样他们才能够 主动去把这个进攻中心 放在对方人比较少的地方 那反而是这样的话 被对方一直把这个陷卡在这里 然后做不到陷阱的话 其实他们的 視野压力是做不到的 你可以看到HK在巴隆区 正上方其实放了非常多 一整排的眼睛做防守 已经是 十面都保护好了好不好 没有让你有任何可以插进来的地方 这里该开始做一些线上眼睛 这边拍了一根 还可以 但是被找掉了 抱歉 想要 抱歉 想偷看啦 付钱啦 还想偷看啦 哇 这里分野直接 75块 特别就插进来了 这里通常要做到一个 比较 再深一点点的线的话 会需要把中路线推进去 等那个小兵的视野 就是对方前面的视野 完全教肆在插 那对方比较不容易察觉 你现眼的问题 但是 你现在来说啊 至少是一个好的场子 至少开始出现眼 这里把粉眼推掉的话 这个也再详细一下嘛 不过 大家比较关注的应该是 第四条的小龙 所以 吴嘉雅要听牌的一个时刻 HKA 完全守备 早就进到了小龙区 在一分钟以前 就先准备 通常这个时间 应该是先回家补装的 没有他们是先准备 先把这个视野给排干净 吴嘉雅已经听牌了 这个小龙已经听牌了 现在HKA要尽可能 能来做这个防守 因为毕竟 到40秒后 就要去小龙了 第四条地龙 每个龙魂加深的话 对HKA来说 就是更加痛苦 是地龙龙魂 很强 你看这个正龙的吃巴龙速 没有到很快 需要一直有陨落 一直有陨落 一直有陨落的话 其实有陨落 所以如果有家人偏靠 在了巴龙这边 如果你想要引诱对面 就是你吃小龙 吃巴龙这样的一个打法 但对面也不太理情 因为你就乖乖的 把下路也推掉 他是没有带TV的凯撒 但他知道你不敢吃巴龙 他在下面 只是把卡里推了 这个时间点呢 靠着凯撒 在下路推出这个过程 不然就把 和道具也做回来了 现在要看一下了 孟安德能不能做到前几把 在吃小龙前的一个过程 就是POG打残对面 偷伤害偷伤害 偷伤害 慢慢摸 继续消耗 绝对不能中钩 中钩的话 Wi就是英雄了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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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的POG 连续的消耗 直接打残的金明恩 又是半条血 左边想进场的三里 直接被冰雪给黏的不要不要 往前跳的K2 甚至在三里面前 不断输出 那三里面快倒了 后面再连续的一个POG 曼安德勒布朗 曼安德如詐欺是一般 不断的现实对手 后面已经得旅扣了 ATA的人员旅扣 BJ不知道有没有抓到 看起来是有抓到的 准备可以开始 孟安德在家中 这一波 蓝说BJ的中钩打得太好了 就是勒布朗跟益哲瑞 全部的招 大概都丢在了金明恩身上 那金明恩必须要回家 这个是 这个几场吧 这是两周云兰 最没有战斗性的意思了 真的没有 前面没有打盘 吃了之后也没有打盘 回家吃了 拍拍屁股 走了 HK看着这边吃 也没了 难道地龙真的 这么可说吗 现在就是说 兄弟 三剑装了 还万代一个头巾 可以解控制了 可以解控制了 该来打盘了吧 三里哥 三里哥 差不多了 可以出力了 我三件半了 二鱼不可能再抓我了 打了小兵 快30分钟 你的拳盘应该也热了吧 那我们看一下 左下角三里 还是 没什么讲话 他要讲话 他要讲话 好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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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提出实识性的做法 你要跟我了解 那三里了解 到底要怎么样去 弄 HK到是七次来咯 四条龙被吃了 但他往前推进了 这个上落的位置靠着星朵拉 再有女妖的情况下 完全不怕你也骚扰 哦 这里很多 三个耶 哦 这里我觉得Bodgera的视野移动 有稍微慢了一点 因为小龙已经吃了 可是看到他们三根本眼 却都还在小龙区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他们可以这个时候 把这三根本眼 移到 红区跟巴龙区附近的话 其实现在 在茂安的位置 应该不会被压到这种事 就是这个星朵拉 不可能在这个位置 推出这个明显 因为他们的视野 还没有放过来 所以才可以让HK 有这个团区的空间 哦 这个三个本眼 如果能够确认到的话 真的可以 去拆对面 这个本眼的位置 因为说实话 现在真的不会有人 但是小龙区 已经没有物件了 那个小龙的洞 已经废了 已经废了 要等四分钟 他才会超强 现在 应该等三分钟 一分钟只要做视野 所以这三分钟他已经废了 我不理他 所以八堂的视野 做好了还是重点 开始移动 大家这个大部队的 准备往上方去拉扯一下 所以这场是 稳中带稳 大家知道这场的重要性能够高 我们赛前已经跟大家讲了 好不好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 偏向后面的一个对决 所以两边来说都是 不可以输的 不能接受 治疗地龙的 目前就是在看你 好不好 没有地龙的 很可惜 一定会有人 一定有人在到家 今天有 一定要吞麦回家的 而且没有 好像 其实只有 真的好像没有平局 因为我记得 像格勒姬姐 是有平局 对 那再来上方位 现场的HQ 倒是接下来 这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点 反正在视野部份上 开始游出领先了 前面都是落后的 在这个节点 他们要开领先了 抓好了巴龙洞口的位置 可是凯莎这个装备 是一定有巴龙 一定有巴龙 不会拿四个龙的龙魂 掉巴龙吧 不会有这种事情吧 你的伸达系统呢 伸达系统 不会出这种事情吧 没Q到 伸达系统 伸达系统 他听不到 没了没了 这巴龙会没有的吗 递走回去 巴龙没了 闪现升不了了 要打击棉 飞进来了 大哥 想杀人的恩索交出进场 希望帝尔可以上 不会有巴龙的一个效果 准备开闪 西多拉当位位才不错 带克了一个进场 但是布朗普的大姐想限制 但杀西多拉 耗了一点时间 布朗尼德远远派 拉二鱼开闪 我交出进场 与输出这个乐布朗 帽尔再踩一个头 拿下打我之后 二鱼里面的闪现我 谁打了一套 我靠着自己的大姐 杀手本人 没气力 打不赢 每四个人可以夹击 我们还会驱过 KILL你跟帽安 准备搭着二鱼去进攻 再一个切 三鱼被切入之后 交散接 暈住三个人一拳 汇报了 打下三个人同时帽安 但紧接着来的是 二鱼大切八块 最后是说实话打完了 一个巴隆有次 你先还有一个 对 只有经验跟这个 稍微提起的一些区别 但是在后续的船战 我觉得K2真的很勇敢 他最后的位置是 巧得很危险 就这里用机能背了 让后续的队友可以抬战 其实二鱼的时间点偏晚 但是我觉得这关键点 还在于K2的速度很极限 然后这个时间点的话 二鱼打在正前方 让MN摸不到K2 然后这个时间点进场 运固了MN 那他必须往上挡 所以MN在岸上的速度 其实数量其实不够 因为这两个K2 正方提起我 所以就知道他想要救 但是救不起来 因为他是一个人 打两个K2的位置 他巨海气而出来了 最后三鱼老八哥一拳 不是要带这个 这个小弟手啊 他有 所以我直接带走 但巴隆 看看李星这个效果到底有没有用 应该嘛 应该还好 应该可以摸个一两桃 应该可以的 应该 如果巴隆这个效果的影响应该是 一个人应该就有一个影响的感觉 只是看 照理问 如果是两个人 如果是这个边线的3D有的话 那影响率是更大 现在就看这个巴隆到底能不能往前带 不过在带的同时呢 前面没有什么集结哦 中处只有两个人 现在最紧张的也是50秒后 远古就要出生了 这条龙吃到了 谁吃到谁 那个团战 这么虽然可以打不起来 其实很奇妙 因为偷发号那个局是已经 起来落地 你已经知道可以去拿到这个巴隆 那上班有人被搞 有人在搞啊 有人被抓啦 好像这个团战突然就打不出来了 ENSO这个表满得很好啦 他是给这个表的话是开不起来的 大家以为你跟他进来是要送啊 没有啊 完美贝特啊 这个有经验的果然不一样 生作是不是还是有打不女啊 我现在打不直接战 打不直接战 打不直接战 打不过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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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锁链 超级战人状态的3D 被抓了 拉一下 在这边有女哦 拉到护盾了 再一个锁链 三个锁链前3D 没了 完蛋了 大哥不见了 这个远古巨龙怎么手 大哥这个锅被定了 怎么手啊 这个锅 这个要看队友 能不能帮忙啦 位置被抓了出来 他这远古巨龙看起来没了 这也吸着一个勾钻 勾得很不错 勾到了中路 但也没法继续进攻了 武打次的一个情况 包含不当自己的打不出去 做尝试check 没有视野的草虫 哇 大哥没了 你本家也还是要利用 一整个热根都往这边头伤害 不然这个 特别是要针对一下李鑫 不然李鑫是确实有机会可以偷的 主堂次了 赌命了 Holo能不能成为主角 选择先抓右边的位置 再慢慢一次 打完了 这个是用远古巨龙 准处的被人准备开在前面方的一个色雷斯 会已经被抓死了 后来再一个左边牵制到了金银 基本在前方才打出最后的伤害成完全不够 阿智 从左边的位置慢慢绕过来 但针对的是HoYo哥 б 看来是要被卖了 因為HoYo會飞 我在飞辣 阿 但 死了 地说我复我了 阿你們怎么都不见了 巴龙 人物巨龙 看起来 有办法 我覺得其實這邊是HKA算是他們沒有忍住 就是他們要往前推進一點 因為這裡其實可以看到 如果他們有一個肥眼可以插在這個局子裡面 然後確認如果用的血量的話 他們其實可以慢慢的去拖 然後拖到等3C的TB好之後 再嘗試更往前一點 反正他們走在一個背面方 可以看到團隊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間點開起來 前排的坦度根本不夠 因為你只剩下一個涉雷系跟一個理性 那正面坦打起來的話 對方的方向是直接貫通的 龍之子 加拿下的所有的龍 這裡其實看到血量是 還有6000 他們真的選擇往前走 我覺得就有點太遲到 如果血量差不多剩 大概5000快到4000的時候 你再往前啟動還來的 反正這個時間 我覺得他們可以稍微再忍一下 那有點像那種拖這樣的野馬 對 衝出去了 那個團是你正面接你打不贏 因為你根本沒有錢還可以hold 但如果你可以想盡辦法拖到3C復活 TB團下來的話 那都還可以接受 哇這一個真的是 小小的失誤啊 就被對面抓錯了一個巨大的優勢 剛剛那個遠古巨龍如果不拖的話 那現在就要更想去辦法去拖了 原來是一個遠古巨龍 現在還很難拖 是很可怕的 我覺得剛剛那個打法就是POG的打法 他們現在繼續的POG的話 POG突如其來人就會突然死掉 然後就有一個 遠古巨龍的突襲就買突如其 為了獲證 你得想辦法嗎 你要想辦法嗎 你得想辦法嗎 不管沒辦法你都得想嗎 我不管 我不管 這HK的這個後頸子 真的 我不管 沒事 你要贏就得想辦法嗎 你得這時候要變個東西出來 哇 就刷的 現在就四分之一沒了 還好可以補血啊 其實是 從彈刀出來之後 因為現在重來是可以拉回來 但 火加爾能抓好這個時間 遠古巨龍的效力 去做使用 那比賽是有可能在這裡就要告一個 所以火加爾太有優勢了 他第一個視野優勢再來是 他可以利用這個巴龍 去掉HK來 HK如果不跑掉巴龍的話 他等一下會面臨到 就是巴龍 加上前後巨龍的一起推進 但是 就是 他這樣子的話會很 沒有倒下自己 他面臨到對方雙龍的時候 他會很痛苦 雙龍 看起來是不要來了啦 這個沒遇過 遇到雙龍了 可以不痛快 可以笑笑我說 沒有這個雙龍了 還是不要來好了 他們就是在等一個 可能本身來把這個 龍的時間浪費掉 那就有機會可以翻牌 沒錯 有個困難 就我優勢之來說的話 其實全部都是很容易 而且說實話看 現在場上卡的數量 其實 都還沒推到高地塔 所以 這個稍微忍一下 我覺得他們應該也判斷說 本家要重整一波之後 不可能推得這麼快 多少可以浪費一下這個巴龍的事 所以說如果真的能撐的話 是真的還有戲 真的還有戲 就這個凱撒 他是很肥的 我們看得到的是 他給他跟伊德瑞爾的傷害 一定會完全不同 所以能撐入這雙龍 那HKA 就要迎來 有可能獲勝你的機會 現在其實 裝備已經夠好了 他現在跟隊友說 我OK 你們先開好不好 我OK 你們先開 這個3D你先開 後頭你先開 那3D就看一下自己 再看一下那個2D 我不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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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OK 我完了 這要死了 差一點 昨天中了人就沒了 差一點斬殺就出來了 以後座應該是 3D看起來OK了 OK了嗎 OK了嗎 不OK 不行不行 沒辦法講 看起來這個拳頭好像 不太痛 不是砸鍋大 太痛了 他現在看起來是那個 小碗 小碗你知道嗎 他的那個 完全不夠 下來說這種雙龍合併的經驗 因為這裡有人的傷害 完全是武器抓一下 一些騷擾 HK人員能退就退 盡量再退的同時 就連把兵器都給清乾淨 這裡的手機效果其實還算 一座高地高還沒掉 是一分鐘的時間 對 原古具用是已經消失了 不過現在 就是慢慢的把 一個兵線往裡面送 反正接下來兩分鐘 他們大概可以用這些 又給原古具用法 真的還可以撐耶 這真的能撐出 真的嗎 都不破 挺離譜的 然後挺離譜的 但是對HK來說 都是好消息 反正只要等到了 後續那個結盤 的傷害是 有機會可以立天的 大家如果不懂 原古具用這個東西 其實你就把它打成 加一萬就好了 拿到原古具用 加一萬 我覺得可以 你整個開外掛 開外掛 拿到之後呢 不知道怎麼說 那我們就 這是合理的 合理的內掛 內掛 原古具用的效果 現在就看這個 到底能不能 這八王時間 三十秒 已經不太夠 現在這個時間 拍不到 拍不到 這個時間只賺兩千 有些下路可以 賺一路應該是 下路 塔是可以拿 塔是直接走進來 但被山西給先生 做到三人直接夾擊 賽特交出大絕 山西拖了點時間 也吃了一個大絕 但有拖出水機兵營 十五秒 能不能推 回家來回那個調線 終於要把中路給推掉了 超級炮車的連環輸出 今天 難道是炮車 還在poke 還在poke 炮車不行了 炮車被射掉了 回家的人員 時間到了 全活著 雖然殘存 但能不能點一個 可以 兵也在點了 小兵也在點了 現在突然沒有了巴龍之後 反而有進攻的一個機會了 小兵給不給力 本下的朋友們 哇 再三地料理了 他直接一個抓起來揍 一個一個抓起來揍 一個一個抓起來揍 他不是一個 他是全部抓起來一起揍 全部一起抓起來揍 哎呦 這是物理上的啊 好不好 不是網路上面有什麼 誰在抓什麼 一個一個拿來揍 看這個MN的裝備 他已經滿裝了 他已經買到IE了 最後一個時間點 他真的ok了 他ok了 一切都ok了 好不好 而且大家看的時間 其實就 九千塊的差距 實際上 沒有大家想的這麼多 是真的 但重點是在於 這個圓谷巨龍 HK的視野超級潰乏 哇 怎麼清楚他要在家裡 什麼意思 超級潰乏 伊德热有在上路 還有DV 還有DV 還好還好 清楚他來了 被拼點了 清楚他在家 不過伊德热也還沒到 現在還好 補魚跟粉眼在這個圓谷巨龍區 現在HK壓力會真的很大 他會受不了 沒有看到龍的樣子 這個網站 九千的領先 看Deper下來都可能是 大約五千左右的一個樣子 安索補跟粉眼吧 這裡眼睛補一下 現在能回家嗎 應該是有點難了 所以現在Poke的衣服 欸阿滋 左邊想要被凱撒給針對了 開啟大決的阿滋被推球給推走了 左邊阿滋要被料理的 千小姐先被打掉 前面是這雷西 直接2001卡住的對手四人 將去除了 阿滋被布朗姆的盾給吃掉 貨方位散了捷進場 依正四 但傷害完全不足 隊友也根本看上 又想輸出的凱撒 只能用大決掃門的往後飛 可家人想繼續追擊 選擇了放棄 是要看出圓谷巨龍嗎 還是要推嗎 到底要選哪一個 欸… えー這個位置 直接還不夠 τεプ 包拆 有後面提P 這個位置這樣包拆 要保證 還有可以 神承 插口的坦斗和 剛剛那波集職 雖然說 HK抓到了一個落單的R子 但是R子有集約 所以他多扛了 他用多了一條命扛了更多的時間 反而是在正面的色雷星 他雖然開得實在很殘忍 但是他就第一時間被 殷澤瑞爾加勒布朗怪的 所以當 就想要利用預示者 但是兩個預示者用的都沒有什麼好 慢慢被決定給自己壓制了 這一波其實我覺得就是 這個是最關鍵的一波 這個就是在3Z被單抓掉之後呢 我覺得在經驗處理上 其實就可以看出來HK這部分沒有到這麼的熟悉 然後在溝通上可能也比較慌張 說這個原武巨龍一定不能掉 掉了就爆了 但是他們其實可以用這個視野的部分 去稍微確認一下這個原武巨龍的心 這邊確實有查驗 但是我覺得在判斷上 就是這裡的點的話 其實可以盡可能再用一些技能稍微拉著一下 反正是你當你正面往前衝 想要抓一個有位的樂部朗說 你就被對方引誘到一個更危險的這個位置 然後直接被對方開了一個戰 這是一個韓軍 HK跨越了那一個不可跨越的線 有沒有看到雷哥他那個洞的位置 就是你過了聲量少走那條線 對HK來說是不能跨越的 我這一波跨越的延伸講話 雖然說3Z被高料很大 但是你用它那個提示來看的話 他們是有那麼一些空間 友好感到你 聽說是很深刻的 偶然說就是你 對HK 自己的活動 不在於 AMP 也沒有很這個面子 龍王 也沒有太多! 因為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